支持修改裁划法 落实地方自治 国民党台北市议会党团书记长张思刚与市议员汪志斌 詹维源 曾献盈 汪欣宜 手拿看板大声疾呼 就是要呼应立愿国民党提出的裁划法修法 张思刚表示 台北市的重大建设建在悬上 首都的保留款不能被拿掉 更何况民进党之前也大力呼吁修裁划法 市议员张维源也认为 在野时期的民进党也告诉大家要修裁划法 而现在是换了位置就换了脑袋 首都保留款这东西 未来在立法院不可费 不可费 因为台北市未来会有很多的大型建设 包含捷运的后续网路 甚至其他的快速的网路 快速道路 还有轻轨的建设 未来在十年内陆陆续续的发包 所以台北市的重大建设是建在悬上 所以这部分首都的保留款 2%的部分 3%的部分 我们强烈的要求在立法院的时候 不能被拿掉 不能被拿掉 那我们也呼吁蒋安 蒋市长 对于这个保留款 首都的保留款2到3%的部分 一定要强力的要求 强力的要求 我也希望我们台北市的选出来的 不分党派的立法委员 在为地方争取财政的时候 不要因为党派的束缚 而有一些意识形态的之争 而有意识形态之争 中央跟地方它税收的占比 它严重的失衡 所以我们要求应该还税于地方 至少把过去那15%拿回来 那根据国民党的计算 过去那15%如果拿回来的话 大概总预算 统筹分配款的总预算规模 大概会增加5000多亿 换句话说整个总额会高达 8904亿 还给地方的税收 那按照目前国民党立法院党团的版本 如果这样子规划的话 每一个直辖室 就六都里面每一个直辖室 至少会增加200亿的税收的税款的使用 而每一个非直辖室的地方县市 也会增加比原本分配到的税款 增加一倍以上 换句话说 我们是希望把真正该使用的钱 还到地方使用上面 市议员甄宪指出 现行的财化法是肥中央受地方 特别是营业税应该回馈地方 而市议员汪志斌则表示 财化法历年发展最佳状态是四六笔 市议员汪欣宜则以校园班班有冷气为例 中央没有把冷气编成一般预算 之后要太就换新 是不是又要地方出钱 所以这次的财化法 我们觉得在立法院的财政委员会 他们希望能够打破过去 肥中央受地方的这个状况 特别把这个营业税 营业税能够回馈给这个地方 让地方的这个营业税 能够有这样子的一个比例的提升 让地方可以共享他招商的一个成果 因为我们台北市来讲努力的投入很多的成本 但是我们的分配回来的却是 应该比例要拉高才对 那我想六都也是一样 所以这个营业税能够回归成为地方的财源 这个部分我们是表达是支持的 那让我们地方的不管招商的成果 能够回馈回来 我们地方的社会福利 教育基础设施也能够继续的来贡献 来持续就变一个正向的循环 就是从财化法历年的一个发展 最佳的一个状态是四六比 那最差的也就是目前的这个现象 就是25%跟75%的这样子的一个比例 那其实这样子的一个做法 已经形同了就是破坏了 违反了所谓的地方自治的一个精神 有一点这个应该这么讲 就是中央集权 中央集权做老大 那地方自治呢 已经在民进党的眼里面形同虚设 我们中央的做法 把冷气没有当做一个教育经费的 一个根本的基本的一个预算 没有编程一般的预算 它是用什么钱来出的 它是用特别预算 用前瞻计划用一个特别预算 那大家知道 那这个特别预算用完了之后 那之后呢 那冷气不是只装一次而已 六年之后就要太旧换新 那太旧换新的钱又从哪里来 那未来的冷气要太旧换新的时候 这些经费难道又要由地方来自筹吗 那中央的补助不能够此一时也彼此也 只补助第一次之后就通通不补助了 但是功劳看起来又全部都在中央的头上 然后变成是用中央请客 大家认为说啊这是中央的功德 结果呢都是未来变成地方的负担 必须要有地方来买单 才华法修法从中央到地方 吵得沸沸扬扬 各有各的立场 可以预见朝野工房会持续掀起更多波澜 记者领席会台北报道 请不吝点赞 宝贝 宝贝 我